刚出生的那几天 我们看起来都一个样 稀疏的头发 皱巴巴的皮肤 小小的五官 身长几乎都是五十厘米 体重也在五至七斤范围 后来的我们 有的口齿凌厉 有的去雨池 有的壮得像小牛犊 有的却瘦弱得像小鸡 所以 是什么让我们的差距 越拉越大 是什么奠定了一生的健康 答案是 生命早期一千天 这是我们生长发育重要的 机遇窗口期 它决定一生 影响未来 生命早期一千天 是从母亲怀孕算起 一直到孩子满两岁为止 这段宝贵的时期 母亲的营养 宝宝所接受的喂养方式等等 不仅能够影响婴儿时期的体格发育和脑发育 也关系到孩子成人后的健康 这是我们成长发育第一个 也是最重要的 机遇窗口期 如果胎儿在宫内所处的环境不好 那么成年以后患有某些疾病的机会 就会明显增加 那这些疾病包括什么呢 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等等 那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 科学家们发现 不仅是宫内孕育的环境 出生后头两年 也是生命可塑性比较大的关键时期 我们的诞生 从一颗受精卵开始 在母体的280天里 妈妈努力汲取营养 通过胎盘使我们变大 0到2岁的720天内 妈妈又通过她的黄金乳汁和腐蚀 为我们供应营养 生命1000天里 营养就像汽车的动力 推着我们前行 首先 孕期营养十分重要 我们之前的课程中也提到 怀孕的每个时期 胎儿的发育都有侧重点 比如从怀孕14周开始 胎儿骨骼发育进入黄金时期 孕妈需要注意钙的补充 90到180天是脑细胞快速发育的阶段 孕妈可以补充DHA 帮助宝宝大脑更好的发育 同时宝宝的第一套免疫力 也是在母体中发育的 最终抵抗病毒的抗体 也是从妈妈那里继承的 所以母亲的营养和健康 真的是孩子健康的起跑线 决定了健康的下陷 那出生后 头两年也是生命可塑性比较大的关键时期 这时宝宝的免疫力 大脑 基础的生理功能都在快速的发育之中 妈妈的乳汁是这个时期 宝宝的黄金蚕 不仅可以为宝宝补充抗体 还提供了有益菌 帮助宝宝尝到生态环境的搭建 但是怀孕是从受精开始的 如果精子、卵子质量不好 也会影响新生命的健康 可以说受精卵的质量 决定了生命的延续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会在接下来的课程中 为大家分享 竹子耗费四年 加根土壤 延伸数百平米 以便吸收大量营养后 破土长身体 生命最初的一千天 也是我们的折服期 就像破土之前的竹子一样 我们同样需要大量的营养 来打好身体的地基 在这个关键期 营养不良会影响我们的激素水平 和生命物质代谢 看上去我们也是在长高长大 但是冲进不够 后进不足 会导致发育不良 甚至提前终止发育 而且欠下的营养债 也终究要还的 成年后 我们更容易被慢性疾病击倒 美貌会遗传给下一代 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也会 如果受精卵质量不好 也就影响新生命的健康 营养不足的女孩长大后 会成为营养不足的母亲 她们很可能生出低体重的婴儿 于是形成营养不良的代际传递 所以 受孕前应该把母体的健康 调整到最好状态 妈妈的营养问题会引起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如果备孕期没有做好营养储备 那么利用生命早期 一千天的窗口期 进行营养综合干预 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怀孕期间注重营养的供给 可以让母子双方受益 2017年我国发布的 《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中指出 开展生命早期一千天 营养健康行动 这是首次将营养 融入所有的健康政策 同时呢 营养观念的缺失 也会造成家庭没有办法 孕育出健康的后代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怀孕的每个时期 胎儿的发育都有侧重点 需要额外关注某些影响 但是如果你不懂营养 就不会去做 不做呢 就会错过孩子发育的关键时期 所以每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懂营养的人 在家人处在人生不同阶段时 用营养守护着他们的健康 生命早期一千天的营养状况 会影响宝宝的体格 智力 心理情绪 甚至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生 这一千天 是整个生命周期中 最有效率 最可贵的窗口 重视生命早期一千天 给孩子一个全面提升 人生潜能的机会 这才是真正的 饥不可施 施不再来 这才能发生的 最后 可质的 做一个 最后 最后